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参议员伊丽莎白 沃伦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坚定支持 以及她对那些怀疑哈里斯能否击败唐纳德 特朗普的人的挑战 当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 沃伦迅速表态支持哈里斯 并质疑谁能比一位前检察官更适合对抗一个被定罪的罪犯 沃伦强调哈里斯在保护消费者和保障堕胎权方面的领导地位 并认为她是团结民主党的最佳人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文章来源于Yoku US涉及美国政治领域的最新动态 本文主要探讨了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支持 尤其是在乔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这一背景下 伊丽莎白沃伦表示她完全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 她回忆在拜登宣布这一消息时 她正在一架没有互联网的飞机上直到降落后才得知消息 沃伦表示她已经准备好为哈里斯竞选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 沃伦曾在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与拜登和哈里斯竞争 但现在她加入了一个迅速壮大的民主党人群体 支持哈里斯成为党内提名人 沃伦对那些质疑哈里斯能否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有利的问题 谁比一位前检察官更适合对抗一个被定罪的罪犯? 这个问题不仅挑战了怀疑者的观点 也强调了哈里斯作为前检察官的背景和能力 随后沃伦发布了一份更详细的声明 进一步解释了拜登的决定以及他支持哈里斯的理由 沃伦在声明中指出 哈里斯是一位经过验证的斗士 一直在保护消费者和保障堕胎权方面发挥全国领袖的作用 他强调 作为前检察官 哈里斯有能力强有力的反对 让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 沃伦还提到虽然民主党内有许多有才华的人 但哈里斯是选民选择在必要时接替拜登的人 他相信哈里斯可以团结民主党 对抗特朗普并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 在获得拜登的支持后 哈里斯表示他将努力争取 赢得民主党的提名并竭尽全力团结党内 他在一份声明中提到 距离选举日还有107天 他们将共同奋斗并共同获胜 此外文章还提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 例如民主党人争相支持卡玛拉、哈里斯、乔 拜登退出2024年连任竞选的消息 以及哈里斯誓言赢得民主党提名 并对拜登表示感谢 还有报道讨论了可能成为卡玛拉、哈里斯总统竞选搭档的七位人选 综上所述 这篇文章不仅详细讲述了沃伦对哈里斯的支持 及其背后的逻辑 还介绍了哈里斯在获得拜登支持后的计划和表态 通过这些信息 读者可以清晰了解当前美国政治格局中的关键动态 以及民主党内部的动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伊丽莎白、沃伦最近公开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是在乔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后的背景下发生的 沃伦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 对于一些民主党内对哈里斯能否击败唐纳德、特朗普的怀疑者 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谁比一位前检察官更适合对抗一个被定罪的罪犯? 沃伦的这番话显示出他对哈里斯的强烈支持 并且他认为哈里斯作为前检察官的背景 使他具备了与特朗普竞争的独特优势 沃伦强调哈里斯是一位经过验证的斗士 长期以来在保护消费者和保障堕胎权等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哈里斯具备团结民主党 挑战特朗普并在选举中获胜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 哈里斯也表达了他对拜登的感谢 并誓言要赢得民主党提名 团结党内共同奋斗直至选举日的到来 距离选举日仅剩107天 哈里斯强调这是一场需要全力以赴的战斗 沃伦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 与拜登和哈里斯皆为竞争对手 但如今他明确表示支持哈里斯 并愿意为他的竞选做出任何必要的努力 这一转变显示出 民主党内部正在快速整合支持 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好准备 这次支持也被看作是对那些怀疑哈里斯领导能力的 党内成员的一次强有力回应 特别是在特朗普可能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情况下 沃伦和其他民主党秉秀们的支持 有助于在党内塑造一个统一的前线 并为哈里斯在选举中的成功奠定基础 哈里斯在获得拜登支持后 还表示他将竭尽全力团结党内 这也是他竞选中的一个重要策略 这一表态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并有助于他在未来的竞选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总的来说 沃伦对哈里斯的公开支持 是民主党内部团结的重要表现 也是对哈里斯能够成功挑战 特朗普充满信心的一个象征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种支持将成为哈里斯竞选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资源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伊丽莎白、沃伦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观点 无疑是正确的 哈里斯有着卓越的背景 从检察官到加州参议员 再到副总统 他一直都是保护民众权益的坚定战士 他能够有效应对唐纳德·特朗普这种被定罪的罪犯 谁能比他更适合呢 他不仅有法律背景 还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再看看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总统 像林肯、FDR 他们在面对危机时都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 哈里斯也具备这种潜力 楚天书 你这是过于乐观了吧 卡玛拉·哈里斯在副总统任期内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民调数据显示他的支持率一直很低 根据Gallup的数据 他的支持率曾经一度跌破40% 再说了 哈里斯的过去也不是完全无可挑剔 他在加州检察官时期的一些政策和决定 也曾受到广泛批评 你说他能够有效对付特朗普 但别忘了特朗普可是精于煽动和操纵舆论的高手 哈里斯能否应付得来还是各大问号 谢奇奇 民调数据只能说明一时的情况 不是永恒的真理 回顾历史 当年FDR在经济大萧条初期 也曾面临彭博社等媒体的猛烈批评 可是他最终带领美国走出了困境 哈里斯在保护妇女权益 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 这些才是他真正的价值 再说 对付特朗普这样的政敌 不仅仅是看个人魅力 更要看政策和团队 哈里斯的团结能力和他能够号召的支持力量 是他能够战胜特朗普的重要资本 楚天书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卡玛拉、哈里斯的形象塑造 和媒体表现 一直都比他的竞争对手逊色 他的辩论技巧也曾被批评 与特朗普这种善于口头攻击的对手相比 哈里斯的表现很难令人放心 而且拜登的支持 并不能完全转化为选民的支持 毕竟拜登自己也曾面临不少质疑 你提到的FDR和林肯 他们可都有着非凡的演说能力 和极强的政治手腕 哈里斯能够比肩他们吗 我看未必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